香蕉其實有一點是想要 把山豬的溫暖或是 不為人知的好地方 然後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跟你講 你要一個藝人在 公開的留言板上面 說我零費用這件事情 嗯 真的 那真的很有心欸 我就看到香蕉的臉書 香蕉因為山豬離開了 就製作了山豬的回憶錄 我就留了眼 然後香蕉就在裡面 打得非常的直接好不好 我們截圖就秀出來 有什麼樣的舞台 通通都沒有費用都沒關係 來聊一下山豬的可愛 跟我們幾個怎麼調皮的 所以今天這個局 其實是因為香蕉打動了他 跟酷掌講說要做這個主題 酷掌一開始很猶豫 他說這樣人家會說 我們在蹭啊怎麼樣的 但是我用一句話 我就說服了酷掌 我說酷掌起劇演員 他們給大家帶來開心跟歡樂 他們非常辛苦 可是我看到山豬走了 下面的網友那些留言 看了真的很感動 那我就會覺得說 在線上的這一些 喜劇演員們 為什麼他們還在的時候 大家不好好珍惜他們 要像山豬一樣離開之後 才在惋惜 所以我才跟酷掌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一個主題 來鼓勵新生代的喜劇演員們 然後呢 我就看到香蕉的臉書 香蕉因為山豬離開了 就製作了山豬的回憶錄 我就留了眼 然後香蕉就在裡面 打得非常的直接好不好 我們截圖就秀出來 對 我很感動 不知道你有關心到 因為每一個網友 只要在下面留言 我全部都會用山豬的角度來看 來感謝 又尤其是你們 所以我就那個時候很激動 我想說如果有什麼樣的舞台 通通都沒有費用都沒關係 來聊一下山豬的可愛 跟我們幾個怎麼調皮的 所以今天這個局 其實是因為香蕉打動了他 因為香蕉平常有跟我們在互動 他在表演互動 然後誒他有在看我們的頻道 豬上都說不要毀 難怪只按愛心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 因為香蕉都連我們都有看到 是有時候怕留了沒有合作又怪 一直在找一個適合的契機點 結果你知道香蕉打得多改人 香蕉其實有一點是想要 把山豬的溫暖或是 不為人知的好地方 然後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跟你講喔 你要有一個藝人在公開的留言板上面 說我零費用這件事情 嗯 真的 那真的很有心欸 真的 非常的有心 不過這次香蕉我們是有拿的 我當時不知道 你們要講這個 好那我就講出來了 好來 我先講 我們出來就是混口飯吃 每一個人的時間都是成本 但是我們基本上很少請來賓 所有的來賓都是可能有一些宣傳的需求 對 不然我們基本上是不請來賓的 所以呢 我這一次我跟我們的企劃雨萱說 開了群組之後我要在裡面 我要跟他們說為什麼 我們不是要稱山豬這件事 我把我的理念跟他們講 喔他超感性 因為他之前跟山豬插勝過什麼 他才想要找我 他其實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只是大家一直在一個空間努力 互相都沒有遇到 並行並行 對 我覺得你跟我們忙合 對啊 你是拐瓜獵枣吧 沒有啊 他可以加入啊 變蹊跷了 沒有啊 現在少了一個啊 嘿嘿嘿嘿 蝦蝦講的是對的 我們算是同一時期 但我一直在幕後座 因為我當時也差點加入風神那個團隊啊 喔你也差點清楚陳穎 對 講到陳穎老闆真的很好 杜哥跟孫子 還有毛哥 他們培育了很多很多的新人 然後我跟你講喔 他們三個 在當天晚上我一確定說這個可以拍之後 那因為孤障有跟我們說 欸那個人家來要給費用喔 對對對 然後我們以萱在跟他們都扭完腳本了 我們才自己說 欸那我們出席費跟車馬費大概怎麼算這樣 相較就說 沒關係看你們心意 每一個製作單位有每一個製作單位的考量 但是你們給的心意 我會全數的給三豬的八母 喔 喔 其實就是給他本人的意思啊 幫他近一點笑道 那你知道你做了這個動作以後 那他們兩個怎麼辦 所以我 好那所以呢所以呢 問到卡古的時候 卡古說 欸那那那這件事情喔 啊香蕉什麼 喔 喔 他就說他會全部捐出去 然後我就說欸 他這個排訪力這麼高 好啦我也跟進我也跟進 那我去到他的禮 再回信給他 我是這樣做 喔 了解 然後 那意想的部分呢 我的費 我自己講嘛 哈哈 他說要請一個窗口幫你講 我直接開一個假期 蛤 因為 哈哈 你晚上一定會夢到 哈哈 跟你討 我等一下會給三豬爸媽 哈哈 我剛剛 我剛剛決定的 我剛剛決定 沒有沒有沒有 我講的是說 因為 每一個 就是 哈哈 不是 我先講 我先解釋 我本來就預計沒有費用 嗯 想說 還有費用 然後他又開一個假期 沒有 該給的還是一定要給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生活的需求嘛 時間嘛 上來北部大都不容易啊 只是剛好 逸祥的事情就這樣被爆出來了 哈哈哈 我是想錄到這邊 所以 如果你們剛好有印象哦 三位到了進來 我們的以萱企劃 找你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先那個 播出同意書 對啊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播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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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錄了 誰坑啊 哈哈 沒有啦 我要講的是說 三個人 都很有心 當時提出這個邀約 二話不說 馬上答應 費用連談都沒有談 他們也是說 他們會聊表心意 會回到山豬爸媽那邊 我聽了我也很感動 因為我坦白講 山豬是38歲走的 他好像也是 他 不要隨便開 因為我看到 有時候在節目上面 你們會亂開這種玩笑 就是開久了 主要因為山豬 我們跟他很好 那我們也不會忌諱這種玩笑 像我有一次感冒 他說 欸你可以喝那個 XX热飲啊 熱熱喝快快死 哈哈哈哈 他都會覺得 他都會覺得 有 是他的Style 對他的Style 他就這樣 他好好笑 像他之前也開播我說 清明姐就發文什麼 很想你 你都好嘛 然後最後一行才說 欸你從內服辦到戲子 我真的很想 哈哈哈哈 他說只是繁家 那天有幾萬個贊 一堆人R.I.P 對 我想說我什麼都死了 我都不知道 其實故障這一行就是這樣嘛 戲片腳騎腳就是你的 你看我們剛剛那個演短劇 很多都不是我們腳本設定的 他們發揮的怎麼樣 好厲害 這個會讓我回想起 我們以前秀場時期 就是比如說下一檔是 有誰誰誰來的時候 我就看那些主持人 他們就窩在一個咖啡廳裡面 喝咖啡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聊哏啊 也是這樣 哇 所以剛剛你其實在演的時候 我坦白講 我鼓掌很久沒有那麼開心 我從他的笑容我看得出來 哇真的齁 你沒有人敢打他 哈哈哈哈 上次打他人真的是 余天大哥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被余大哥打紅 真的 真的嗎 對啊 他那個手喔 他不是這樣輕輕的 要示範一下好了 他是有點弓起來 哦 弓起來 會痛嗎 我突然有看到山豬 哈哈哈哈 欸欸欸 欸等一下 這個打是有技巧的 對有技巧 剛剛有沒有感受到任何的技巧 哈哈哈哈 看能不能打 那換你打一翔看看 你沒說我算不知道 你很厲害 等一下會痛嗎 一講 蠻扎實的 哈哈哈哈 講到這個 你知道到我們這個時期 已經不是打巴掌了 是拿拖鞋嗎 哦 怎麼樣 我就是跟山豬 兩個人在後面練習打頭 我們這個練打一百多下 才上去被打 啊 啊那啊 哇塞 欸 我上過風神一次而已 我上次去上 他們也不敢打我啊 呃我們也不敢 打一下 哦 不上不上 我打我打 欸 我們今天要準備這個 你 哈哈哈哈 你好狠喔 對 嘿嘿嘿嘿 這也吸人啊 這也帥 我們可以錄到這邊就好了 哈哈哈哈 這會腦震盪啦 對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風神的靈魂就是拖鞋 其實很多人就學我們那拖鞋 拿來打一打去 那因為風神的拖鞋 其實是特製的 打下去它中間是空心的 所以會 砰砰砰 對 跟這個道理一模一樣 聲音很大 對對對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標語 節目效果啊 請問魔法 真的 尤其藍白拖 我們這個打下去真的會老震盪 對啊 對對對 我在夜市逛街的時候 有人就說 欸我可以打你這樣子嗎 然後順便拍張照 我說可以啊 他拿起來是涼鞋 他根本不知道 哈哈哈哈 他想說只要是鞋子都可以 對他說你不是說可以 所以你看我們在風神 被打頭打那麼多人都沒事 啊只是我們每個禮拜會去做 核實共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不知道 歡笑的背後 還是有很多辛苦不為人知的一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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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